HELLO 大家好,我是裴薇 我要來開箱我新買的行李箱 我覺得旅行對我來講非常重要 然後最近剛好要去日本 不然我再來買一個新的行李箱好了 因為我之前的行李箱都是買那種 比較便宜 然後很輕 就是你知道撞到磨到都不會心疼的那種 我第一個行李箱是在網路上買二手的 然後就是幾百塊而已 第二個行李箱就是常在旅行天看到一個粉紅色的 然後我記得29吋我才買2000塊吧 就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那一種 於是我在網路上就看了非常非常多的行李箱 而且其實我發現行李箱的材質啊 價錢啊 拉鍊式的啊 還是扣式的啊 就是有鈴鐺滿目各式各樣 然後我就看得眼花撩亂 但是大家選擇行李箱不外乎就是 挑外型 是不是你喜歡的 功能性 你的需求是你要買大的行李箱啊 還是小的行李箱 當然材質也會關係到重量 我覺得輪子的順暢度也是相當重要的 然後還有價錢 就是你的預算是多少 一人而已啦 可能甚至有人連出國 覺得行李箱用租的也OK 好那我來講一下我自己的需求好了 因為我通常都是習慣帶大一點的行李箱 像是29吋啊30吋這種的大小 畢竟你知道女生嘛 就是很喜歡購物 所以行李箱的輕度 就是它的重量 也是一個考慮的點 再來就是外型 顏色 我會買比較鮮豔一點點的 不然就是辨識度高的 因為我之前那個是亮粉紅 然後上一個是亮綠色 就是你在那個輸送袋上面一眼就可以看到的那一種 所以我會選顯眼的顏色 比較繽紛一點的顏色這樣子 我有考慮了幾款行李箱 像是百夫長的就是空姐箱 29吋的價錢大約都在5500 然後我還有考慮另外一個是奧利維格的 也是29吋然後大約是4000塊 這兩個都是胖胖香 就是有別於一般行李箱的樣子 它是做比較方形長的那一種 然後我還有看到另外一款 也是賣得非常好的 就是我發現我好像第一看的是外型 就是你要推起來好看時尚 對 然後本人比較膚淺一點 Lowjet Lowjet 它應該是叫Lowjet 它是做比較淺的拉鍊 等於說你不用把整個行李箱 從一半打開 它是從上方輕巧的把它打開來找東西 因為我常常會在機場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東西忘記拿 或是放錯地方 所以我可能在機場就會在那邊 就把行李箱整個打開 然後這個我有考慮了非常久 因為感覺非常便利 它的顏色也很繽紛 價錢是落在快1萬塊 就是9000多塊這樣子 我有考慮另外一個就是 之前他們廠商有 送我一個行李箱 輪子是超級好推的 FINLY的行李箱 雖然說它上面有一個大大的logo 就是寫一個B 非常的好推 鋁框的設計 然後又有PC加ABS 非常的耐磨 然後很有彈性的材質 但是它比較重 所以我就是在這幾個行李箱裡面 就是考慮了非常久之後 我無意間花到了一款行李箱 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是吸引力法則 因為我曾經在IG上面滑到過這個行李箱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超級喜歡是來自義大利的Crash Baggage 就是這個 我最後選擇了它 它根本就是一個藝術品 我覺得它非常吸引我 是它的外型 就是非常的辨識度很高 然後它是做成什麼樣子 做成假裝壞掉的行李箱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重量 非常的輕 好像才4.5公斤的樣子 就覺得這個行李箱 上面完全寫了我的名字 話不多說 我直接就來開箱 這太可愛了吧 超級可愛的 它假裝壞掉了 OMG OK 它的材質呢是ABS的材質 然後ABS材質應該就算是比較耐刮 ABS材質的延展性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有彈性 推起來的感覺 是非常的滑順的 你看它後面的凹凸 超Q 設定海關鎖應該是非常的容易的 我來看一下 就是一般行李箱應該都會有一個小孔 你用筆尖搓進去 好它已經搓下去了 搓下去之後你就可以開始設定了 設定好了 我的密碼設定好了之後呢 好 好 是往上不是往下 我一直在那邊往下 好 我們現在測試一下 我們現在把它就是再扣回去之後 撥動 那這樣子是 就是打不開的狀態 再回到剛才我設定的密碼 OK 這樣就成功了 非常的簡單 它真的很輕耶 完全很OK 它的一邊是做拉鍊式 有一個小拉鍊 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我在整理行李的時候 有一次我在整理行李的時候 亞瑟直接在我的行李箱裡面睡覺 就是 不知道狗狗是不是對行李箱 都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在 那媽咪再開行李箱你等等 好 它上面這裡就是做拉鍊式的 然後有人說不要買那種兩邊都是扣環的 因為你會比較難整理這樣子 有兩個很方便放在一起的拉鍊 然後下面呢 它下面這裡就是做扣環 這邊 它其實內部勾照很非常的簡單 所以才拉開 就會看到它裸體了 裡面就是行李箱的外殼 所以為什麼它這麼的輕 它是兩段式的 然後最長就是這個高度 兩段式 這邊有一個拉帶 這邊側邊也有一個拉帶 自己送自己的生日禮物 這算它被摔動 然後有一點傷痕 我就覺得有傷痕好像更好看 好啦這算是我人生買的一個小小的奢侈品 跟大家分享 我人生真的沒買什麼很昂貴的東西 這個將近一萬塊的行李箱 對我來講 就已經是要 下定決心去買的 要選一個自己喜歡的行李箱 然後你帶出國就會 更開心 然後這個還有 還有黑色 紅色 藍色 還有金屬色 對 然後目前 我是有在PC PC Home的拍賣 然後有看到有在賣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賣家 我是跟另外一個賣家買的 就是它是一個獨立的店家 然後有引進Crash的行李箱 目前我是看到這兩家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還有沒有在賣 而且你知道嗎 它還有出透明的 超賤的 透明的 然後但透明好像沒有出到29吋 透明的是20跟25的樣子 對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看一下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開箱 非常的開心 就是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訂閱分享 然後按小叮噹 然後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 大家 再回 嘿我已經旅行回來了 我們看一下 我們西米箱上面的傷痕長怎樣 你們看 這個傷痕 是不是很美 很美的傷痕 哈哈 然後我覺得大家不要對它的那個 材質期望太高 因為它就是那種 感覺有點像 瘦乾 但是它的 韌性是有的啦 對 掰掰 看到偶像 我可以這樣做